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融入大灣區以正成為事實 不單止在經濟、民生、旅遊方面 亦都包括法治方面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大禍解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完成立法之後 不等於國家安全問題就畫上句好的 還有很多後續的功夫我們要做的 做些甚麼呢 香港和大灣區融合 除了經濟之外 是不是也有法治上融合呢 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嘉賓 副律政司司長張國均 副司長你好 請說你好 先說一下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後續問題 有些市民都經常會問一個問題就是 港區國安法 因應2019年發生的事 立法否則當時沒有法律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沒錯 好了 現在有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 是不是說2019年那些案件 路律都已經處理好了 正在處理中了 所以那些案件要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机会很小的 是否就是万一现在有新的案件出现 才会动用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呢 当然你说得很对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其实都是我们一贯香港法治的原则之下定立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说它是不会有追索力的 香港我们一向通过的法例都不会有追索力 所以这个原则在今次里面 你会见到我们也是非常坚持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说通过之后 如果有人违反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的罪行 才会引用到的 但是当然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两个是成为我们整个香港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在将来的情况之下 在每一个案件里面 要看看依据哪个里面的罪行 是比较适合的情况之下 就会引用哪一个条例 其实两者是一个互保的关系 没错 所以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说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 或者1922案件就不会出现了 但反过来 如果现在今后出现了一个案件 也不排除有机会引用港区国安法 当然了 如果有人 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现在在香港里面 都是大家需要遵守的法律 如果有人公然去违反危害国家安全 坦白说没有办法了 我们只能够秉公办理 承斥于法 去保护大家的安全 就是两者其实是互保的关系 没错 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就是 有些嘉宾 汤家驊上来说 他说这些法律摆在里面 我们是阻吓性的 防御性的 最好的结果就是 没有人去触犯 不用用 摆在里面 大家慢慢都好像忘记了 这件事 可能是最好的 但我们又要宣传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要做很多宣传功夫 一方面希望大家都将它常态化 一方面我们要做宣传 两者有没有矛盾呢 当然没有 我想大家明白到 法律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们社会秩序里面的一个 大家要遵守的一个最低的标准 希望就是令到一些人不会去犯法 但是其实其他法律都一样 我希望你不去偷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打架伤人 但是也不代表会有一些困仔 他会触犯法律的 所以当然在通过的法例之下 有人如果继续 就是有勇敢公然犯法的 我们只能够是秉公办理成之于法 但是很多个 其实我们都是一些非常遵守法律的公民 但是他可能对法律未必是清楚的 所以在一个好像香港那样的法治社会里面 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教育 公民教育令到大家明白 究竟那个好像通过的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呢 里面是讲些什么的呢 如何帮助我们呢 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通过了之后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律政司包括司长 我和其他同事 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去到社会不同的持分者 学校 大学 中学 小学也好 或者一些纪律制服的团体 又或者其他一些社团 一些商会 基本上他们逢是要求 我们都尽量去出席 跟他们讲解 让我们明白 另外还有一件事 除了一些讲座交流会 其实律政司我们还有一个 都是教育的工作 但是这个就比较是 外面的人不会做到的 就是说我们是将过去几年 在这个港区国安法开始之后 在法庭里面审的一些案例 我们将它做一个回片 去接着否释 究竟在这个案例里面 出来的法治原则 在法庭是怎么看的呢 对那个条例 那个字眼是怎么演绎的呢 这个我们做出来是什么呢 给我们的社会人士 特别是法律界人士 有一个很好的法律的参考工具 因为我们普通法就是 你一直是透过法庭的案例 让大家更加明白 有关的条例 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在港区国安法 我们在去年已经推出了 公开了 在网上版本 给大家看英文版 今年也会出个中文版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社会里面 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 刚才说起来 我们希望是一个阻撼性的 防御性的法律 但是 譬如打仗 难免会伤及平民 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不想伤平民 但是平民会担心自己会被榴弹击中 而且你外面的传媒 西方就在那里抗住 最好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 被人觉得你过聋的 就可以做文章了 有些人的担心 是否只能够靠事实 还是时间去验证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这些案件的发生 我们律政司在检控方面 一定做好把关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依据事实 依据证据据据据法律 和我们的检控政策去提高 而法庭也是一个公开的法庭 你会见到是公开的审讯 也见到被告人 是充分有法律代表的权利 你让大家完全见到 我们的制度里面 是公开公平透明的 大家见到我们可以这么说 是秉公办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其实我想如果有些市民 说担心 很多时候都跟我们说 你可能未必明白 国家安全里面的条文 的一些技术的细节 很正常 一个老百姓 他没理由会对法律条文的细节 很清楚掌握的人 除非跟他有关 因为你不是律师 通常哪些人是最清楚法律的呢 通常就是律师 或者就是犯法的人 一般平民老百姓 你都不会有时间 不会有心思去做 但是我都会告诉他 你不用怕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看回我们香港 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 其实跟其他主流的地方 其实看下去是一致的标准 我们比较过了 香港现在的法律 这方面的法律 你跟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等等 其实我们是完全符合标准 是条文 很多时候我们参考他们的 基本上跟他们看下去 大家都差不多 那个刑罚也是差不多 好了 有些更轻一点 有些更轻一点 好了 我都跟朋友说 你最近有没有去英国探仔 在读书 有 你有没有跟家人去新加坡玩 有 这两个地方 刚才我说的国家安全法律 有些比我们重严很多 但大家都不熟悉 我想你都不知道 新加坡的国安法 英国的国安法是怎样的 你都不会刨了才去这些地方 但你去到这些地方 你有没有害怕过 我会违反当地的国安法 被人拘捕 而失去了我的自由 你没有 大家去这些 没有这些担心 你还玩得很开心 探家人也会探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你会没事呢 因为你没有想着去那里 去侵犯别人 危害别人的国家安全 你没有想着做这些事 你自然就不需要担心 其实同一个道理 你在外国来香港 或者我们自己在香港生活的市民 你根本上是 我在正正经经我们的生活 我们做研究的 我们在工作的 我们在读书的 你根本是不需要担心 违反这方面的法律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说得对 我刚刚正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譬如澳洲 台湾 又发生一些 叫做提升旅游警示 你去到香港 入了海关 你就不要乱说话 你的手机要清晰这些对话 这个是不是其实 严格来说 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维护 你是中国人 你是香港人 你才需要去维护 好了 问题来了 那些域外的问题 他真的是 这些人发来香港 他胡说话等等 关不关这个国家安全条例的事 其实说不是 他如果犯了这些触犯国家安全 就另外有条例去处理 是不是 当然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跟国际的标准一样 就有一些叫做 熟人 熟地 等等的原则 如果当然你说 一个外国人 他特意 理到我们的香港境内 去做一些危害 我们特区 或者我们国家的安全的时候 当然 他也有可能违反这方面的法律 所以这个道理 其实放诛四海阶俊 你去到澳洲 情况也是一样的 但是 刚才我所说 其实你在澳洲英国 其实他们 将心比己 他们在这方面的法律 国家安全的法律 跟我们差不多 又或者甚至 有些地方 比我们厌 但是 为什么就是 他们的国民来我们 他说要提高一个安全的警示 其实这个真的没有道理 这个都是政治化了 这个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要送人听闻的做法 这个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是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近这几年 那个地缘政治那个的 复杂 和严峻的程度 过去这一两年 我们其实 其实 我们也搞了 多个国际的会议 法律方面的会议 一些活动 每一次来的外国的 这些学者专家 来完之后 他们都告诉我们 他们对香港 是很喜欢的 其实来过之后 他们都觉得 其实社会秩序很好 有杯茶 我们回来一会儿说一下 跟大湾区的法治 有什么关系呢 欢迎继续收睇 我们今天是嘉宾 副律政司长张国斗 副师征 刚刚开始我都说过 国家安全问题 不会因为你立了法 就变成一个句好 那你都要看看 什么事发生才行 就是很难说 我们很难说 现在我们打了 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以后没有政治问题 要投赤的了 都是跟法律有关 我都不敢这样揭露 因为 谁知道中美发生什么事 地缘政治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 眼前看到的 确实没有太多 这些令人头痛的 这些法律上的难题 要我们处理 好吗 同意的 其实我们现在 完善了我们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 其实我们做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起码 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里面 法律制度里面 我们已经是很完备了 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在那里 所以如果就算在 即是这样说 我们在透过总结过去 19年之后 那个颜色革命 黑暴里面 揭示的一些风险 我们已经是兼顾处理了 在这次条例里面 我们也就着将来 我们预见到的一些风险 也都在里面涵盖了 所以在法律上来说 可以说我们已经是 做得是 可以说是原备的 去面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挑战 但是来自然 大家在法律上 就可以比较放心 当然了 如果有人刚才你所说 故意挑战的 那一定就要受法律制裁 但是其实当我们预备了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 社会也可以更加稳定 去继续拼我们的经济 因为现在我想大家明白到 在地区里面的经济 那个竞争都是非常非常之大 这个也是我们香港人 现在非常重视 可以说投号的问题 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现在说到就是 香港融入大湾区 我知道譬如律战室那边 都在做这些功夫就是 就是不单只是说经济 消费 旅游 居住 和大湾区融合 法治也要融合 那问题就是 我们本身法治应该都算是健全的 内地也有它健全的法治 那两者融合 但是两个不同的法制 怎么融合呢 我们就叫做法治共建 就是大家共建一个法治的湾区 不是叫融合 共建一个法治的湾区 意思是什么呢 刚才你说的有一点很对的 我们香港过去都很重视法治 我们市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法治的观念 内地在法治里面 近年发展得越来越好 那两地不同的制度 两地的法治如何去共建呢 很多时候的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 我们现在首先做湾区的法治的联通 而透过这个联通里面 其实我们两地的法治 我们希望做到是互鉴 互鉴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我们的法治 有一些我们觉得是优势 强项的 其实内地朋友是非常清楚 他都想向我们去取经 反过来 其实内地 我们特别在湾区 我们去考察的时候 发觉在法治方面 有些地方 令我们明白香港我们有些不足 我举个例子 在内地的司法的效率 内地在司法系统里面 应用这个法律的科技 远远是比香港做得好的 是吧 我想大家过去在香港 有个共鸣是什么呢 香港打官司 特别是民事案件 时间数以连计 排期 那时我以前做律师的时候 我都很记得 你做一宗民事案的客户 一定要几年时间 就算双方律师做好了 去法庭排期 去审讯 又几年可能 一阶段是一年之后的事 所以其实是很久很久很痛苦的事情 在我们法治的概念里面 如果在司法里面 如果是 即是这样说 你没有办法令他及时得到司法公义 其实都是违反法治 即是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没错 延期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内地这方面是做得很好 我们看到在前海的法院 他们在处理案件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 在当中他们也应用了很多法律的科技 去减散一些程序 甚至一些与众方案件审讯期间 有一些文件要提交 很简单的 他拿着个电话 在微信 去到法院里面掃个barcode 那个locker就会指给你看看哪个locker 接着你走到locker打开去 放进去 关上去 接着上面法官就会知道 他就可以收取到 这些他就应用到一些法律科技 甚至语重人 是可以透过这个通讯系统 好像微信 微信等等 是跟法庭是可以联络到的 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 有些未必可以完全直接在香港用到 但是我们觉得这方面会令到我们明白到 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远远不足的 所以令到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需要加把劲 所以我们所说的共建法治就是 透过双方的一个护甲 反过来我又举个例子 在内地很多时候 有些内地的法院可能处理了一个仲裁 或者一个案件 现在有些判决可以透过我们的 双方的司法的互助安排在香港里面是登记 令到可以双互执行 但是在机制里面香港的法官也会把握 如果他看到在内地处理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他可以拒绝登记 其实这个过程就已经可以令到内地的朋友 他可能明白到在处理法律程序里面 有一些地方 哪些地方是会容易出现疏漏的呢 令到他又会立即去改善 其实是透过两地的护甲 大家是改善自己的法治 其实这个我们很希望在共建大湾区法治里面做到的地方 可以简单说 譬如你要做生意 走出国际 那你可能要倾斜 香港方面要考虑多一点 香港的法制要考虑多一点 语言 普通法等等 但是你要在内地 内地发生联系的时候 就可能真的要参照 以及要看看内地的运作 香港要对上轨道 当然我们香港在大湾区的建设 好像在我们最近出的行动干领里面 我们都很希望香港发挥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做到什么呢 借港登陆 即是外国的资金、外国的企业 想去到内地投资 其实可以借助香港 不是只是香港进去的 是的 借助香港是登入大陆的投资 另外一方面 就是借港出海 就是内地的一些企业 可以借助香港的我们的法律的服务 走出国内 走出去国外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跟国际是比较接轨 网络亦都非常好 这方面是可以帮助到内地的企业 能够更加容易出海 这方面我们觉得是可以为湾区作更大的贡献 那时候一定会移动到原来自己本身的程序 制度 那个概念 理念 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你说只是简化程序 那别人都会举手举脚赞成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你这样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传统的香港普通法里面 有些惯例 有些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些习惯 或者一些文化 因此会受到冲击 那我们是改就 还是不改不就呢 你这些提到很好 我们其实在刚才我所说的大湾区的共建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将它变成一个法律制度 其实我们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 还有两间房子 两间房子 这就是那个巧妙之处 我们既要融合 但我们也要保持我们两个制度 为什么呢 有两个制度 我们才能够发挥到我们现在在国际里面的功能 那怎么可以做到呢 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在规划纲要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要做机制对接 规则涵接 对接涵接这些意思就是 继续是保持两个不同的制度 但是我们透过中间 用一些的安排 一些的渠道 去方便就算是两个制度不同也好 我们透过这些安排 是能够去免除这些不方便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一些的 最近今年一月头我们推出的民伤事判决的商户执行 即是说香港法院作一些民伤事判决 我可以拿去内地的法院内地帮我执行 反过来内地的法院 亦都可以一些民伤事判决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在香港执行 这个其实我们都是继续两个法律制度 两地的案件继续由两地的法院自己的审理 完全不受对方干涉 中间亦都没有什么司法讯息的共享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大家出了判决之后 大家透过这个安排 去令到方便 令到与众人 可以不需要走去另一个地方 又要重新再告告 就可以执行到一些判决 伸出香港的司法公义 你说这个安排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 我们都有参考过过去香港 和其他世界的地方 其实都有类似的 一直以来香港和其他特别普通法国家 都有这种的安排 现在只不过我们是透过和内地之间 大家是做一个相类似的安排 而当香港和内地 是有这个独有的安排的时候 这个就是发挥到我们香港更大的优势 我去到外国 我都有时跟这些外国机商人都说 喂 你又想得更多保障自己 其实你在香港就可以了 你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 有什么事 你一去属香港法院 属香港律师 就在香港处理 香港处理完之后 这个判决你就可以在内地上 透过内地法院 他会帮你执行 多谢张副司长和我们听见 谢谢 《时事大波解》 下回分解 《时事大波解》